除了我們展現的專業跟世界有貢獻的這一方面的能力之外 那事實上在世界還是存有霸權存在 為什麼國際社會支持的聲音這麼強大 那但是還沒有辦法參與的這個最主要的原因 或者是說阻礙在哪邊 那我想過去這段時間我們已經對外做了很多的說明 那也有很多的討論 就是說中國對於世界衛生組織的這個控制干擾 他的力道實際上是非常的強大 那即使是有很多的這些理念相近國家 以及這一次友邦全體都為我們直言 但是仍然沒有辦法改變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他們的這個態度 那如果說等到國際社會支持台灣的這個力道 大到足以掩蓋過中國對世界衛生組織的這個控制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參與的這個機會是會越來越大 那我們也知道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處在受到中國干預的那個背景 就是因為在2005年中國跟世界衛生組織所簽訂的這個秘密的這個備忘錄 那這個秘密的備忘錄等於是鉛制了我們台灣可以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或者是說其他的活動機制或者是會議的這個最主要的原因 那在這方面我們也必須要透過裡面相近國家來做好研究 讓我們未來參與的機會能夠提高 那第二個就是說在這一次的大會裡面 時程是非常的短 那所以我們台灣的這個議題 如同我剛剛所說的就是說我們會延到 今年稍晚的時候可能是秋天的時候 他進行實體會議的時候才會再討論到我們的這個案子 所以說這一次的那個會議裡面應該是有有幫國家或者是理念相近國家 他們都會對台灣的這個參與的議題表達支持 那整個要參與WHA的路還非常的慘 大家也看到就除了我們展現的專業跟世界有貢獻的這一方面的能力 之外 那事實上在世界還是存有霸權存在 那我們不願意被矮花 我們願意用我們的專業能力博取更多人的認同 我們要持續的努力